第十五题 下列关于超声波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说A可以来清洗眼镜 这是对的 眼镜行里面帮我们洗眼镜 就是利用超声波来震荡它的液体 来帮我们洗眼镜 B可以用来探测目标 位置跟方向 这也是对的 我们上课提过所谓的蝙蝠啊 海豚啊 来发射超声波 来帮它来探测东西的位置跟方向 所以B也是对的 C可以用来检查太额或人体内脏 这也是对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新生儿要做产检的时候 都会照所谓的超音波 来帮它做产检的检查 所以C是对的 猪 人听了感觉到音调特别高是错的 因为超声波已经超过了 人耳听起来的范围 我们听不见超声波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音调特别高 所以我们第十五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猪 人听了会感觉到音调特别高 这个数字是错的